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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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事不宜迟 立即开始看这份车站指南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2022年5月的版本 柴湾站 主色就是这个墨绿色 深绿色 这个封面的图片 应该是这个什么 看看 有个地标有介绍的 我记得 朗屋民族馆 这个2号地标 必出口的朗屋民族馆 我自己本人就没去过这个地方 右上角的标字大家可以看到 就没有写港铁 只写MDR 因为它有些车站是有写MDR港铁的 那个应该算错看呢 我也不太肯定 打开就看回它街道图的部分 现在比较复杂一点 以前来说 因为我专程拿了这个旧版 这个港岛线手法通车经验特汉 来做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柴湾站 83年8月的施工情况 这栋楼这么近很棒 可以看到它的施工情况 不过当然不好的部分 就是应该很吵 我估计任何的工程 你在旁边应该都吵得很紧 施工情况 这里也说了柴湾站 就是一个架空车站 港岛线的终点站 到现在也是的 即是到40年后 到40年后的今天 都是这个港岛线的终点站 那就是 它这里介绍就是说 车站有三层 售票大堂在第一层 月台在第二层 巴士用站 和的士站 就在车站下面 因为它是架空车站 所以那些地面的建筑 就会在车站下面 这些不特别说 周边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个地图 那我们就以回 它那个座向去看 是否应该这样摆 因为它东区走廊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这个 有点反光 对了 那跟着就 这个位置呢 转入来这里 应该是这个弯位 那这个就 柴弯站这里 到这里 就是这点了 对了 那这些出口的方便呢 它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又是说有 看看它这里刚才说的 啊不是 它刚才没有说的 它这里是说 它这里是说 其他的介绍 这样 对了 那它这里呢 就说回 那些 入口柱 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是 印错 我感觉呢 它好像用一些黑骨油上去 但我不知道 也都可能是 我买 我都不太肯定 因为这本东西 我是二手人来 买回来的 我不知道是那个 上一手的主人画 还是怎么样 我估计可能 不过应该是 画错的 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 那呢 地铁的出入口柱 那 这个位置我看 大概是现在的 D出口 D出口 C出口 还有 B用E中间 这个叫做 可能似乎是 E出口 如果大家有些 连知心的网友 知道实情是怎么样 可以在这里分享 因为我都不太肯定 我都是看地图去猜 太久了 这些 那 就是 灵富道 灵富街 这个位置 那 那 当时 因为没有那个 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 出口 所以它就这样展示了 这三个出口 现在应该是多了出口 因为这边 A出口的位置 都没有出口 另外 应该这个位置 是多了一个出口 对 街道方面 都不会变的 应该 那些建筑物呢 我看看还有没有在这里 这个是成兴大厦 兴学工业大厦 德昌大厦 德昌大厦 德昌大厦没有了 那 就看看 成兴大厦就有的 成兴大厦就是这个9号的地标 浅鶴工业大厦 这里 我手先会太错了 用一支筆来 刷它 好少许 我找一支筆 对了 顺便介绍一下这支筆 这支筆是Panto的原生筆 非常之特别的版本 因为呢 平时这个是出黑色的版本 原来我大概十年前到呢 找到这个蓝色的版本 非常之开心 对了 它是旧版来的 因为呢 Panto的拆子胶 如果它是绿色 就是一些旧版本 因为它现在呢 是白色的 不过我说得太远了 好像这个我不说了 对了 就 成兴大厦 9号的地标 显鹤工业大厦呢 都还在 就是这个14号的地标 德昌大厦似乎 就应该是拆射了 因为我看这里就没说 不知道是改了名字 拆射了 因为我不是很熟的 柴湾的部分 如果大家知道 你可以在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有什么错了 更正我 那接着 这些工业大厦 它这里好像没有再写了 对了 先这个柴湾工厂大厦 绍夫工业大厦 光荣工业大厦 对了 这里似乎好像 是不是没有了呢 那接着 吉胜大厦 是就还在 吉胜大厦 就13号的地标 放一小一点 那 万峰工业大厦 就似乎没有了 对了 大概就是这样 很简陋的 就是当时的图 展示出来的部分 比较小一点 我估计当时的开发程度 也是比较低一点 地标 就是地图的部分 就是这样 那我之前有一集 和大家讲回 那个旧的小铒子铒的时候 我说那些没有立体图 都是震的 因为那些 有那些 我没想到 原来它有一些地方 还有展示 它不是分分都有 但它有些建筑 都还是有画出来的 比如好像这个 东区医院 它都有画出来 但就已经不是当时的立体图案 当时它是側側的 有些立体 今次这个就是一个平面 不过都挺有趣的 我觉得它有一些部分 有画过图出来 它就像这个 落屋民族馆 就是刚才封面这个图片的地方 都是有画出来的 那就是 这里有一个水的部分 那 其实主要都是 一些 是不是 住宅的工业 那些情况 不是 的建筑 那接着就看一下地标的部分 地标的部分 但是呢 我其实很多都没有去过 因为我比较少去柴湾的地方 那我们就逐个看一看 柴湾公园 我是没有去过的 落屋民族馆 没有去过 新取商场 就有去过 因为我当时有一次 想去搭那个 新民村 新华村 那些 的 列 所以呢 也有各附近走过的商场 所以 新取商场 环出商场 那些就有去过的 工业大厦 就一定全部都没有去过 对了 那接着呢 这个 公共服务及设施 那些 那我又去过 这个 东区友德夫人娜娜娜素医院的 我当时是去考试 那所以呢 就去过了 那 就跟住 其他都没有去过 那至于住宅的方面 我反而有去过 其中两个 呃 其中 看先 不是其中三个 那呢 我就有去过这个 这个 清文村 清华村 和环翠村 因为呢 另外我有点兴趣 就是看那些旧屋村 有时去拍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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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些 那那那些 那那那那那呢 其实呢 那那呢 当时我去到京文村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想去乘搭她的电梯 因为呢 她有一个的 就是京文村的设计呢 是错层的设计 那变了她的电梯呢 就只去到那些 那些三倍数的 的流程 那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曾经 专程去过那里搭那部电梯 而且在兴华二村那边也有一部电梯 是连着下面那条路上去屋邨 因为它是高了一层 然后大家先看看兴华邨 兴华一邨兴华二邨 包括41那里 有个电梯连接着屋邨和下面的那条路 我觉得非常有趣 所以我曾经去过那里搭 它是由环翠到这里搭那个电梯连上去 我觉得这些很有趣 但如果住进去的时候可能都比较不方便 因为你三层三层才有电梯 因为始终这个村子的老化也严重 我估计如果老人家行动不便 其实住在那些没有电梯的楼层都比较老 不过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去过其中的几个地楼 学校那些全部都没有去过 接着公共交通那边就是这里 我估计台湾应该都是那些素墓的时间 比较多人 因为它可以去到光年神角 去到墳墙那些 所以就会 应该那些时间会比较多人一些 对了 那就涂离的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对了 那首尾班车的服务时间 这个 这个站就正常上 没有说有些很长的地下通道那些 所以它的尾班车开出都是5分钟 就叫人不要入闸 如果长一点的部分 会是7分钟那样的 那样的 就像是博览馆那些 就会7分钟那样的 那接着呢 就是这个位置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先拍完一点点 那就是交通车站 倒式月台 那我们叫倒式的月台 月台数目就有两个 接着呢 出入口 现在就有五个 ABCDE 当时有三个 现在就变了五个 那跟着升降机就一部 那然后 扶手电梯 其实有九条 如果计算它 即是 计算内 乘外 那这样 应该有九条扶手电梯 那楼梯就有三条 那 那铺子 铺子 铺子 我印象中好像有六间 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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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非常重要 有几多客户中心都很重要 因为呢 因为呢 有时呢 如果是 在一间客户中心 拿到那些铺子 铺子 那种状态 不理想呢 如果它有两间的客户中心呢 你就可以去另一间那里 试试问一下它 因为同一间 如果问太多 有些职员未必给你的嘛 但有时它给你的那个 铺子 即是炒了 有污漬那些 那些呢 就比较不理想 希望可以拿到那些呢 那如果有两个的客户中心呢 那机会就会好一点了 那接着就是一系列的 电话号码 茶湾站电话 29217 5771 这些电话非常有用 就是 有时打电话去查询一下 车站指南版本 有没有车站指南 有没有货 最重要 因为有时试过 山上水印在那里 是没有货的 那 就 现在 行动不变乘客 准备车站的安排 就全部都 几乎已经有这个 没有障碍设施 除了炮台山之外 那 接着就这个路线图 路线图 没什么大 真的特别好看 越来越多 这个路线 非常之好 对了 那这个介绍就大概是这样 对了 那 看一看 他这个 应该没什么其他东西看 我刚才和大家介绍过 好了 那我今天第一集的车站指南介绍 就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收看我今天这条影片 这条影片 alon 放入冰箱